你把他拿回去 你把他拿回去 74歲了 要盡量做回自己 做回我真正的夜風於自己 上半輩子已經過去了 這是下半輩子的一個 要享受生活 享受我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我要畫的東西 做乖乖孩子 做乖乖學生 做乖乖的人家的丈夫 人家的父親 到現在我想做回我自己 是可以做一些不乖的東西了 把一件平凡的廢物 把它變成一個很有用的藝術品 這就是他給大家的一種 生活的一種喜悅 我可以把很簡單的 一個傳統的一些題材 把它變成我個人的一種 看法的一種題材 我們畫水墨畫梅蘭巨珠 這種基本的這種體材 是很傳統的 可是傳統東西到現在 它還是沒有變 梅就是梅蘭就是蘭 可是用我們現代人的 這種想法去做的話 可以慢慢擺脫古人 所定下來的 所規劃下來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應該 我們現代人所要做的 也包括我自己也想做的一樣事情 歸根一句話 要獲得開心 獲得享受生活 那你就會有很美好的晚年 也會有很好的健康 所以畫來畫出健康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至於能不能夠被人家接受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自己畫得好 自己畫得健康 畫得快樂 自然你的畫面 有這種快樂的這種情況會出現 所以你的畫 給自己帶一種快樂 同樣的也可以給很多觀眾朋友帶來快樂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為什麼你還是會用麻雀作為你的主題 說起麻雀呢 因為當時把它歸納成為畫麻雀 作為我個人的題材 更為我個人的標誌 也是因為最喜歡花花草草 體材也會用花鳥 畫作為我個人的一個方向 當我在日本念書的時候 日本是一個春夏秋冬 非常分明的一個國家 朋友問我說 你畫這種小鳥 這個季節會出來嗎 什麼花配什麼鳥 這個問題就來了 所以我就選擇為 用麻雀作為我畫鳥 畫裡面的一個題材 是最安全的 因為麻雀呢 四季都出來 不管你跑到哪裡去看的時候 麻雀都會在你身邊 所以我發現到 麻雀是一個非常老百姓喜愛的一種鳥類 也每個人都知道它是麻雀 我的畫通過麻雀來表現的話 我不需要怎麼樣的去告訴朋友說 這是什麼小鳥 這是什麼季節的一種花卉 用麻雀來引進這個觀眾對我畫的一個了解跟喜愛呢 是我一個用麻雀作為我體材的一個手段 我實際上開玩笑說 以藉絲還魂的這種想法去做你的作品 然後呢就從無中到有 就無中生有 也可以說像畫錯了你就不要放棄 應該是一錯再錯 將錯就錯 一不做二不休 我都是以這樣子的這種概念去做我的畫 所以你們所看到的我用本地的這個植物 無花果作為我畫麻雀這位體材 我用很多窗口 用很多建築的一些材料 建築的造型 來把這個麻雀加在裡面 我畫了一個同窗型的一個系列 因為同窗之情 對於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份很特別的感情在裡面 同窗嘛 就跟同窗一樣的一種感情 我學插畫藝術是在我日本留學時代的時候 因為我喜歡畫畫草草 因為我畫的是花鳥畫的體材 所以我覺得通過我的插畫藝術的這種研究之後呢 我認為如果說畫畫鳥畫的人呢 你不只要懂得花草的這種結構 他的性格各種各樣 要比植物修家來得更加的一種理解 反而如果說你學的插畫藝術以後 他的對造型上 對他的每種花的個性各種各樣 你都會親自地去理解 從插畫藝術裡面我可以理解到 我要怎麼樣去畫這一種花 這一種草 這一種樹枝植物 這一種各種各樣的這種造型 所以我覺得插畫藝術對我也是影響很大的一門藝術 我可以通過插畫藝術 隨時可以把它變成一樣很美的造型出來 這個廢物利用呢 就是等於我在生活的智慧裡面的一種 很開心的一種生活方式 像一雙拖鞋 舊了壞了 我也不捨得把它拋棄 因為它陪了我至少有幾年的時間 我靈機一動把它變成一個掛壁上的一個造型 用一個礦泉水瓶把它分割以後套在裡面 掛在牆壁上放了一些攀藤的豬 反而朋友還會很贊成我這種做法 說避邪避邪等於可以避邪了 所以這個造型呢我覺得有它很多種在生活裡面的一些 那個智慧跟生活裡面的一個文化吧 所以我覺得只要我們活得開心 活得快樂 周邊的這種點點滴滴的這種東西 都可以把它變成我們在美術上 藝術上的一種工具或者作品 這就是我去年來做回自己以後 所感受到的一種生活美學 每天早上起來呢 我第一件事就會到我的小花園民來看看我的花 看它哪一刻有什麼毛病沒有 或者跟它們說說話 其實種花呢人家說什麼綠手指啊綠手啊什麼之類 我覺得重要的還是要去關心它去愛它 就像你的孩子一樣你要跟它說說話摸一摸它 看它哪一個地方需要再修剪或者是澆一點水了 所以這個它的一舉一動它的樣子我們都要遙如指掌的 因為它是你的孩子 就是把花當作是我個人的一個家庭成員一樣 這就是我愛花也花花也養花也插花 這是我的個人的生活 除了花園裡面的花花草草樹木我喜歡之外呢 對於室內裡面的那個家庭布置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一兩個星期或者是一個月之後我也把它調整一下 把它增多減少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一些生活情趣生活新鮮感 就對於生活的美學我覺得從自己的生活的自然產生裡面 可以得到很多的欣慰很多的樂趣 對於這方面呢家庭裡面的這種和諧也是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一個藝術家尤其是我個人的話是說比較多方面的 愛好特別多懂得什麼生活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裡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欢迎到我家来做客吧 我家欢迎你